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学,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正文第四句开始 算尽则平好,多疯忧患 这是一句 也是叙说一桩四起 从这一句到第九句 算尽则死 都是详细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这个什么叫算 算是计算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家间乘处 命运固然是有 前世的塑造之一 感得的果报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大善大悟 大概一生的命运 确实 实如定数 在流转 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命论 因所谓的一生皆是命 半顶不由人 这个就是没有大善大悟 可是 人要是发心行善 对你的定命 这个善它就增长了 它增加了 如果造卧 你前生修的佛报会减少 所以天天都有加减乘处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则 每天都有加减乘处 加减乘处的幅度不大 所以命运还会被别人算得那么准确